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人见人爱花见花开 吃剑吃爆胎的豆豆小师弟 又来开启新的生存地图了 创建地图之前 问一下小伙伴们 你们觉得新老版本的游戏界面 哪个更好看呢 我们给这次的地图取名叫做 魔法披风生存 玩法超级炫酷哦 大家拭目以待吧 反正大师兄做的插件包都是挺好玩的 老规矩 先把材质包换成卡通材质包 小伙伴们是不是都比较喜欢卡通的 哦对了 还得到支援中心的总库里面 把大师兄做好的魔法披风插件包 导注到地图里面 对这个插件包有兴趣的小伙伴们 也可以拿去玩一下哦 进图第一件事 当然是邀请长得丑 想得美的卡卡大师兄咯 哈喽大家好 江湖人称风流替堂 多才多艺的卡卡大师兄来也 大师兄 你刚刚不是说 这次的插件包超级炫酷的 跟大伙大概说一下玩法呗 那我就稍微剧透一下吧 迷迷世界的披风装备 总共有8件 我给每一件都附上了不同的魔法 至于是什么魔法 后面制作出来 穿上后就知道了 现在还是赶紧撸基础材料吧 传送舱这附近的尖锐石头还不少 可以过来这边开采 哎不是说撸基础材料吗 你怎么先打起狐狸来了 因为接下来的魔法披风 都是需要用到皮革的 这些家伙身上刚好悠悠 看到就顺便宰了呗 那你慢慢宰吧 我刚收集了几个尖锐石头 现在准备开始撸树了 把话说得好 想致富先撸树 买下豪吃盒别墅 我搞到三张皮革了 等会制作工匠台后 看能不能先制作第一件披风 狐狸都被干掉了 现在我也来开始撸树了 咱们尽量把基础材料多收集一些 天黑就下矿了 这一眨眼功夫 大师兄又跑哪了 这边还留了个工匠台在这里 我在这边呢 刚刚想用工匠台 看一看第一个披风难不难制作 才发现只需要皮革就行 但我收集的皮革数量还不够 所以就漫山变野又找狐狸了 这不刚好又发现了几只 哎呀 刚刚斧头砍树消耗完了 只能用纯手路干掉它们了 来来来 我来帮你吧 咱们现在都还没有星星可以复活 别待会你直接改了 那我的双人生存就变成单人生存了 开什么玩笑 区区两只狐狸 我还是有把握送它们回老家的 好家伙 说话这么拽的 那我就不管你了 继续录我的基础材料了 最后大师兄挤起了皮革 现在我没有回到破坊子这边了 我现在就来把第一件魔法披风给制作出来 刚好这边有岩石 那我一边开采一边等你制作出来 反正你都要制作出来了 发现我的挖掘速度变快了 敲岩石或者土块跟敲豆腐脑一样简单 武器蛮黑的 效果看不太清楚呀 既然天黑了 那就直接下框吧 等到了下面 哥再展示给你看 我大概知道你这个插剑堡的功能了 就是咱们披上不同的魔法披风以后 就会获得不一样的技能啰 你小子还算没撒到家 没错 随着材料的收集 后面咱们可以制作更高级的魔法披风 获得的技能也会越来越强大的 诶 我挖了半天还看不到你人了 只看到你插的火把 看来你的挖掘速度确实提升了 那必须的 你以为我的魔法披风是百事啊 我已经挖到了40层在窥探视野了 哎呦 发现了框道了 你赶紧的 好家伙 这么有效率的 还真的挖到框道了 这里刚好有宁能金 我先挖了再下去哈 被点燃料 等会可以烧制矿石 就剩至最后一个了 我挖完了就下去找你 小心有符文小怪去偷袭你 已经看到了 直接窄了 然后你人呢 怎么就剩个名字在这 这是卡到原石里面了吗 并不是 是符文小怪把我送回家了 然后尴尬的是 我整个游戏卡死了 想复活都不能 你这人品有够臭的啊 什么破事都让你遇上了 那我来送你一层吧 一脚把你踢出房间 然后你再重新进来看看咯 好了 多才多艺的卡卡的师兄又活过来了 就是花了个迷你币而已 那就别愣着了 赶紧收集材料咯